年报姐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鹦鹉妈妈健康屋 我是苏珊 在上期影片中 我们讲解了走路运动的12个神奇好处 本期视频我们要讲解 卵巢癌的6个早期警讯 以及自然疗法 卵巢癌是最致命的妇科癌症 在美国 每年有超过30万的女性得卵巢癌 其中有20万的患者去世 所以尽早发现或者预防卵巢癌很关键 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卵巢癌的6个早期症状 第一个症状 盆骨和腹部持续疼痛静卵 这边的持续是指超出经期时间 通常正常的经期是一个礼拜 但如果整个月都在疼痛抽筋 那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卵巢癌的早期现象 第二个症状 下腹严重胀气 整个月都是这样超出经期的时间 这有可能是癌细胞扩散到盆骨淋巴结 会有大量的液体造成下腹胀气 第三个症状 尿频 但是尿的不多 这可能是因为肿瘤阻塞排尿 第四个症状 下背痛 为什么呢 这可能因为盆骨内肿瘤压迫下背部神经 第五个症状 性行为疼痛 盆骨腔内有肿瘤 性行为时会不舒服疼痛 第六个症状 月经周期不规律 比如经血变多 要注意 有以上六个症状 并不一定代表患有卵巢癌 只表示可能有更深的问题 卵巢癌常见的检测有 做CA125验血 核磁共振 电脑断层扫描 腹腔镜检测 活体组织检查 症子扫描等 那么卵巢癌是有什么导致的呢 卵巢癌通常是由于雌激素过多导致 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微量矿物质 点可以帮助降低卵巢癌的风险 对于早期发现的卵巢癌治疗也有效果 点有助于降低雌激素过多 使雌激素回到正常值 点的最佳食物来源 是海带 海带也可以帮助其他雌激素过多的问题 例如乳房纤维囊肿 软肠囊肿 子宫肌瘤 子宫内膜异味症 那么什么会导致雌激素过多呢 导致雌激素过多的原因有 吃雌激素替代药物 喝豆浆 吃豆制品 乳制品 除了海带可以降低雌激素以外 还有十字花科蔬菜 像羽翼甘蓝 花椰菜 球牙甘蓝 芝麻叶 高丽菜等 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 可以帮助降低雌激素 并且可以抗癌 好了 如果本期视频内容有帮助到你 请点赞订阅 并分享给更多的家人和朋友 和鹦鹉妈妈一起变得更加健康 更加美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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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